他的认知能力确实有问题了 因为这个很势利 也就是说我假设我今天 疫情的名字我叫不出来 然后我就说这位可爱的美丽的主持人您好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说我已经有认知上的问题了 这个拜登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么熟的朋友然后叫不出名字来 这个是蛮严重 而且是三国要形成一个军事同盟交不出来 美国的军事同盟实在是很多了 例如说他有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有二三四个国家 然后要来对抗俄罗斯 那美国现在要把北约拉到亚洲来 所以他要德国的军舰 德国的军舰已经出航了 那么很快的要到南海来了 那德国的军舰一直想要去上海停靠访问 上海大陆说你的来意不明 我们不晓得你是友好访问 还是要对抗性的访问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要说清楚 想明白吗 如果你是友好的访问 那欢迎啊 如果你是对抗性的访问 那我怎么可能接待你呢 所以不明不白的心情下你看 因为美国要把北约的德国拉进来 英国航母战斗群也拉进来 法国也跑来玩一趟 连荷兰这个小国都来玩一趟 这个也就是拜登 我也老人痴呆了 用了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这是在欧洲 那在亚洲呢 亚洲不要忘了它有美澳纽 在1951年的时候就有共同防御条约 对 1951年美澳纽共同防御条约 那个叫做ANSUS 对ANSUS 然后在1980年代吧 它还有一个叫做太平洋安全保障协议 是 那太平洋安全保障协议也是美澳纽 但是为什么会是太平洋安全保障协议 是美澳纽呢 是因为纽西兰它反对核武 对 它反对这个任何核动力潜舰进入它的海域 所以就变成美国的核动力潜舰 和那个纽西兰说你不能进入我的海域 那因此美国怎么办 就只好跟澳大利亚建立一个关系 是 然后再由澳大利亚跟纽西兰 间接的再建立一个关系 这样的一个形成一个三角的一个同盟 的军事同盟 好 那在东北亚的地区有跟日本安保 有跟韩国的共同这个防疫条约 跟泰国跟菲律宾多得不得了 现在又搞一个这个你讲的Augus 对 这个组织 那各位会觉得说 可是下礼拜不是又要把印度也再拉进来吗 你说美日印澳 美日印澳对不对 又是四个国家又要拉进来 对啊 那搞得这样重叠 就是你看身份都重叠 然后呢一堆 可是你用指头算一算就是那几个国家 就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纽西兰不要 然后就是那几个国家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活动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英国 英国他自从脱欧以后 欧洲人不把英国人当成欧洲人 那英国人现在很难参与欧洲的事情 因为整个欧盟是一大块 然后英国离开以后 英国在整个欧盟的事情里面 他们不会要求英国参加 连讨论都不会跟英国人讨论 英国人在欧盟变成很孤单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 英国不知道该干什么 因为他说实在话 因为欧盟在开会的时候没你英国份 所以欧洲例如说他们最近在谈欧洲的自己的战略自主 没你英国的份 然后再谈他们的所有的这种防御 或是跟大陆的政策态度 没你英国的份 谈关税 没你英国的份 所以英国不知道他在欧洲要干什么 所以英国说他要加入亚洲的CPTPP 他说他要加入亚洲CPTPP 然后现在他的船舰也要进来 结果英国出了什么状况呢 他的航母战斗群 伊丽莎白女王号不是到了这个日本吗 到了日本的时候 中国大陆有四艘军舰 就在那个地方出现了 也就是说一个是055的熏洋舰 052D 还有这个情报船 还有补给舰 最后被发现的 而且是大陆故意被发现的 还有潜舰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大陆把英国的航母战斗群 把他当一个标靶来做军演 来做情报手机 所以对英国人来讲的话 他跑到亚洲这么一大趟的时候 他想说我要恢复我以前的 大英帝国的雄风 你看我以前的大英帝国的舰队 打了一个鸦片战争 控制了香港 然后又占领了缅甸 占领了印度 你看我在亚洲建立一大片的殖民地 现在他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觉得英国人 对英国人来讲 又对亚洲有重新的一些幻想 但是那是幻想 因为英国现在坦白说 是中等的国家而已 他真的不是强国了 他是中等 中等 中等的国家 好 那现在搞这个东西了以后 等于是有这么一个条约 让英国的军舰可以进驻亚洲 可以使用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 也可以使用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基地 所以英国的船舰进来亚洲的时候 就有这两个盟国的军事基地 可以使用 然后他也希望能够跟日本 也建立了这些军事合作的关系 他未来也可以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 澳洲是想依靠英国跟美国 给他做靠山 然后他想把他的船舰进入南海 现在的问题是在于 他的潜舰的问题 因为在今天的时候 同时宣布说要帮澳大利亚 建立核动力潜舰 对 其实这个是一个潘朵纳的盒子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来讲 全世界只有六个国家 有核动力潜舰 因为我们都知道核不扩散的原则 那澳大利亚说 我绝对不会把我的核动力潜舰 装核弹头 谁晓得 为什么 因为它的燃料 就是潜舰 目前美国卖给澳大利亚的 这个核动力的潜舰 它的燃料 也就是它的浓缩釉 是武器级的浓缩釉 那现在的问题是两个 第一个是澳大利亚自己生产 自己的核燃料 还是美国提供 初步的条约是说美国提供 但是问题就在于 那你美国有一天不提供了 我就没了 所以相当有可能 澳大利亚未来也很难说 它不会想自己提炼吗 因为澳大利亚本身有很好的钥矿 如果澳大利亚有很好的钥矿 它自己提炼出 这个武器级的浓缩钥 它变成一个核武国 那这个就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 所以你看 纽西兰在第一时间 它就规定要求 澳大利亚的核动力潜舰 不准进入纽西兰的海域 那也就是周边的国家 第一个跟你翻脸了 周边的国家 纽西兰 它原来跟美国人说 你的船 核动力潜舰不能进来我这边 现在纽西兰 又跟澳大利亚讲 你的核动力潜舰 不管你没有装核弹头 你不能进来我的海域 可是问题是 美国在这个 Yankul-Sakshin族里面 又有一个五眼联盟 就是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跟纽西兰 就是我们叫做Yankul-Sakshin族 这群就是英勾比的眼睛 很细小的那种 那种 在法国人的描写中 是阴痕缴纳的 像图鹰一样 每天在找那个腐蚀的肉 去吞死的那一个族群 这是法国人描写的 不是我那一圈发明的 是法国人对英国人的描写 就是阴狠 阴险 像图鹰一样 每天在寻找腐蚀的肉 去吞死的这个图鹰族 Yankul-Sakshin族 叫图鹰族 这个族群的人 已经有个五眼联盟了 但是纽西兰就说 你的核动力潜天不能来 重点在于法国强烈抗议 那法国外交部长 为什么强烈抗议 因为他本身的 原来你跟我签了一个 六百亿美元的这个浅件 非了 那对于法国人来讲 国际条约原来是这样定的 原来这个法律是这样子 原来一个国家的诚信 是这样子 还价值同盟 所以你看法国人的外交部长 讲的很酸 你不是说价值同盟吗 那你的价值何在啊 那以后俄罗斯 如果给白俄罗斯 核动力潜艰呢 那如果大陆给朝鲜 核动力潜艰呢 或者是大陆跟俄国 同时供应伊朗 核动力潜艰呢 那怎么办 那就很多潘朵拉的盒子 通通都打开了 都打开了 所以我说这个盒子 不能随便打 美国人实在是做错了 犯错了 重点是它的动力的燃料 是武器级的燃料 观众朋友 你不要被他们政客骗了 连部长的访问都不可能了 澳大利亚的部长 一直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说 要去大陆访问 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大陆就是不接待 没空 没有什么好谈的 连部长级 而且澳大利亚已经是 不知道已经讲了多少遍了 然后就说我已经随时可以好 随时可以走 你只要通知我 我就过去 我马上就飞过去 没有人要你过来 所以澳大利亚已经一直想到大陆 连部长都见不到面 那你说总理 对于习近平来讲 为什么要跟你见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澳大利亚的工业基础很差 我这次实在讲 澳大利亚工业基础很差 所以澳大利亚 因为它连自己的常规的 就是我们讲的柴油动力浅健 都做不好 他那时候已经花了大概一千多亿了 都做不好 做不好以后 所以他才跟法国买 他要法国技术移转给他 所以他一次买的12艘 600亿美元 那主要是因为澳洲之前已经用了十几年 花了一千多亿 怎么做都做不出来 所以他的那个浅健一入水 那么就会漏水 会有裂开 所以他的浅健浅不深 因此他跟法国买 那现在毁约了嘛 所以法国很生气 但是我估计澳大利亚 没有这个能力做核动力浅健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他根本不是很怕 也很在乎说你澳大利亚 能不能做得出来 你根本做不出来 所以一定是美国跟英国 做出来了以后 整艘船给澳大利亚用 所以绝对 因为澳大利亚没这个本事了 他的工业能力太差了 第一个 第一个澳大利亚是小国 他不是大国 我想我们一般来讲 把澳大利亚膨胀了 澳大利亚也把自己膨胀了 澳大利亚是国土面积大 但是人口很小 他的人口跟我们台湾人差不多 就2000多万人 而他的军队在服役的 就6万多人 编制就8万人 观众朋友 8万人编制的军队 6万人在线上服役 您认为这是大国吗 还是中国 中型国家 他连中等国家都谈不上 他是小国 他是国土面积大 但是人口很少 而且工业基础不完备 绝大部分都是 绝大部分都是靠原物料的生产 来过好日子的 而且他本身的自给自足 可以满足60% 所以他要过一个小康的社会 他的东西都不用卖 他可以过小康社会 可是他如果想要过富裕的社会 他就必须要把他的矿产 农产品卖到大陆去 所以是大陆让他富有 大陆只要不买 澳大利亚人就只能回到小康的社会 我再强调 他不会贫穷也不会落后 可是他是小康 他会活得刚刚好而已 但是他今天还能够有余钱 是因为大陆大量的买他的原物料 那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大陆只要对于他的 东北的那些转型成功 那也就是 对于东北的钢铁的生产业 他能够转型成功的时候 他们对于澳大利亚的铁矿 就降低了 一定会降低 一旦大量降低的时候 那才是致命伤 平常龙虾 还有一些农产品 牛肉 牛奶 那个对于澳大利亚的就业有影响 但是对总体经济影响并不大 所以您才会看到说 澳大利亚对中国大陆的出口 还是很旺盛 而且还是年年创新高 也就是说大陆已经减少 买他的红酒 买他的农虾 买他的大豆 但是那是对农人有影响 可是农人 农产品 占澳大利亚的整个大的经济结构 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如果铁矿石开始往下降 澳大利亚的经济就真的影响了 因为他找不到更大的买家 来买下他的铁矿石 这个时候澳大利亚 才会进入小康社会 也就从有点富有 然后变成小康 那就跟我们台湾人生活的水平差不多了 那您还要到 我们的孩子们还要去澳大利亚留学吗 他们没有很好的大学 也不多 对欧盟的未来的走向 我坦白说并不很乐观 因为我觉得欧盟他们 已经依赖美国依赖惯了 更何况欧盟他采用一字诀 所以美国在里面 用几个小国就可以牵制住 欧盟的大国的所有的做法 先看一下这个马克宏 就是法国为什么这次的挫折感那么大 因为他跟澳大利亚的签约是在2017年就已经签了 哇 这个约很早就签了 而且都已经谈定了 您先想看 600亿美元 就是900亿澳元的这么庞大的订单 那我接过来了 我要帮你做12艘 这个常规动力潜舰 而且我技术要移转给你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他的筹备工作有多少 他要增加多少的新聘的人员 要从学校毕业生 科技毕业生 我要募集多少人 然后开始去训练 培训 而且还要跟澳大利亚的这些相关的官员 要进行什么样的培训 在今年的6月的时候 马克宏还跟莫里森 说保证你的订单合约一定会给你完成 那你莫里森如果你要改变方向 你就应该要找跟法国人通知 你要让人家有所准备 你突然间就没有了 这个对法国人来讲 那他的所有的这些都打水漂 这是不对的 这对一个大集团来讲 尤其是因为他们的海军是属于国家的 是公营事业 那这个影响是很大 第二个对法国人来讲 他说原来你美国跟英国是可以抢单的 可以抢我同盟国北约同盟国的单 你可以抢成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单是美国跟英国抢的 最后一个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谈一下就是欧洲的问题 美国在当时打科索沃战争的时候 就把权利列 就是把他的GPS把它关掉 所以造成欧洲的通信系统大乱 有的地方就减弱 欧洲突然间发现他们很脆弱 他们都完全依靠这个美国的GPS 对 可是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1999年到现在 欧洲的权利列还做不太出来 而中国大陆的北斗计划已经出来了 当初中国参与了欧洲的权利列 后来欧洲人说我不信任你 我不要让你参与 中国人说那我就自己做 人家中国现在北斗做得比美国的GPS好 而欧洲的权利列还做不出来 那为什么他们会很担心晶片 美国想要垄断晶片 所以他要台积电搬过去 搬过去以后美国控制了晶片的制程 从此以后美国吃定天下 那对欧洲人来讲的话 他永远只能养美国人鼻息 所以我个人的推断 以欧洲他只要用立陶宛等着波罗的海三个国家 就可以牵制欧洲的所有的行为 那些大国德国法国等 他们根本只要被这几个国家牵制住 因为这些国家是以美国的利益 为高于欧盟的利益 那欧盟还能有什么作为 我不看好 所以这个也不看好 我不看好 还有半导体谁会做 我不是说谁会做 是欧美人 谁会像我们华人或是韩国人 那样的去当苦工 因为做半导体的人是人类最 我不能讲最笨 但是那是最辛苦的工作 谁会做这个工作 欧美人他们根本就是要玩的 他们怎么可能会埋在 穿了无成衣 埋在那地方憋尿 然后身体受伤 然后去搞那个制成 做不出来的 对大陆来说的话 他确实一定要保证 他的人民都有饭吃 那么他的这些猪都有饲料可以吃 这是他们一定要确定的事 那大豆是猪饲料很重要的 也是人在喝豆浆 很重要的一个材料之一 那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由于巴西是金砖五国的成员国之一 就巴西南非印度 还有就是大陆跟俄罗斯 对 可是问题就在于 因为现阶段的巴西在 过去几年的时候 他选上的是一个很右的 跟特朗普 跟川普很像的一个总统 那现在这个总统 也就是因为川普的下台 他也比他往中间走了 但是现在的整个南美洲 在吹左风 就是因为南美洲跟中美洲 他们有时候往右偏 有时候往左偏 现在我们看到智利 很多国家都往左偏了 那往左偏 如果巴西目前来讲 有可能也会往左偏 一旦往左偏以后 巴西又会跟中国大陆 关系又会变得非常好 以前他在左派 也就是工党 他们在领导的时候 巴西跟中国大陆 关系很好 所以他们两边的农产品的买卖 那很发达 而且那时候要贯通一个 就是从巴西 一直要到秘鲁 这样整个贯通 也就是本来除了南方共同市场 南北向以外 东西向也要拉一条交通运输系统 中国大陆本来跟 要帮巴西跟秘鲁 他们整个接 所以等于是接了太平洋跟大西洋 换言之也就是说 有很多货在太平洋这边 在秘鲁或在智利 就可以卸下来 然后穿越巴西 从另外一地方运到这个非洲 或是运到这个欧洲 那另外一部分 要不从非洲 运到巴西这个地方卸下来 然后穿越过来以后 再运过来 所以当时都有很多的计划都在做 那后来右派的总统上来了以后 很多的计划就暂停 现在巴西看起来 又开始可能会往左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选举 如果左派又赢的话 因为整个南美就又在吹左风 那一旦吹左风了以后 又往左的时候 这些国家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又会走更一台阶 这个时候美国 那么就会更被孤立 所以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又开始吹左风 这些国家跟大陆的合作关系更大 大陆像他们买的农产品 的数量就会更大 那相对来讲 对美国的需求量 就会下降 因为大陆在前段时间 我们的尤其受疫情的影响 原油不是跌得很惨吗 跌得很惨的时候 大陆就拼命的收购 而且把它几乎 国内能有除有的 全部都填满了 那现在后来 这个OPEC 他们不想增产 可是问题就是目前的 大宗物质通货膨胀 一直在增长 大宗物质也都在膨胀 然后在美国的关税 也一直不放的情形下 美国的物价一直在上涨 那这个最主要还是 原油的价钱一直下不来 那最主要是OPEC 他们不愿意增产 大陆这个时候把它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 也就是说我不是一个 我不是一个石油的产油国 对 可是你这个石油的产油国 都不愿意多产油 然后所以那个价格下不来的话 我把我储备满满的油 我放出来 这才是叫大国的作风 一放出来的话 那当然就往下降了 因为它一放出来的时候 那就更便宜嘛 是 我可以更便宜的卖的话 那你大宗物质 你油价一往下降 各位想想看 油价一往下降 物价绝对受影响 物价往下走 是 我们台湾就是油价往上走 天然气往上走 我们的物价就往上走 没错 所以你油价一往下降的时候 物价就往下降 那一定会带动 那这样的话 你OPEC你到底要减产还是要增产 所以你OPEC如果说有压力了 它一增产油价往下降 它就不再释放出来了 那就变成大陆在带头 它在带头 反而是OPEC在看它 对 它在带头平易物价 因为如果再放纵这样的一个 大宗物资通货膨胀的话 你想想看全世界怎么办 那目前来讲经济不好 然后大家收入 像我们台湾来讲 有多少人没有调薪水 如果物价在涨 你活得下去吗 所以这个是负责任的行为 那所以大家都要 美国人多做一点事 就是在于 说你美国应该在物价 这部分你要控制了 你应该把钱收回来了 可是美国还不肯把QE结束 它的QE不结束 也就是它的货币宽松 它还不结束的情形下 那怎么办 好